同学们好 我们现在呢开始数据结构与算法 第六章图最后一个单元的学习 我们在上一个课时呢 我们主要是讲解了弗洛伊的算法 还有Prain算法 那么这堂课呢 我们主要是要讲解一下 Close卡算法 然后呢在讲完Close卡算法以后呢 我们有一点时间 我们会来回顾一下数据结构 问题求解的一些基本方法 那么在这个最小支撑数问题里面 Prain算法呢 它是一个比较典型的一个算法 对吧 但是呢大家其实回去想一想 这个Prain算法 假设是要你用Prain算法来求解 这样一个某一个图的最小的支撑数 或者叫最小生成数 其实是挺麻烦的 那么人们呢就想出一个算法 这个人当然叫Cruzka 这个Cruzka呢 他的这个算法的想法是什么呢 就是说呢 他在这个Prain算法里面呢 其实他好像是那个 就是说以一个 这样的一个点的这样的一个阵营 不断的这样去扩充 对吧 然后呢 每一次呢 他所生成的这个数呢 他就局部的这个数呢 它是MST的一部分 对吧 然后他这个数的话呢 他保持的是这个数的这个构造 是是挺好的 这么一个东西 对吧 那么Cruzka呢 他反过来是想 哎 我能不能够 我分散的 我去把这些点 一个一个的去 涨 一个的去涨 最后 我是在中间涨的过程呢 实际上是森林的意思 就是这些树呢 都是分散的 最后我把它Combine 就是说 我开始的时候 我不一定要考虑 他们互相之间都结得那么好 让我一个个去 集结这些子集 最后我把它Combine 成一个最后的一个大的集合 可能就好了 那么这种想法的话呢 其实是比较的 适合人的这个思维 就是Cruzka呢 我们大部分同学 在做这种最小资深数的题的时候呢 用Cruzka 用这个Cruzka算法 是比较快的 那么 他的想法呢 实际上就是说 利用了这么一个 等价类的 这样一个想法 那么等价类呢 他的等价关系是什么 其实 有很多不同的定义方法 那么 在我们这个Cruzka里面 这个等价类的关系呢 实际上就是表示 我把你扩展进来了 就是等价类 就像这个欧盟扩展一样的 那我 这个都在 这个欧盟里面了 那我们就是等价了 我们都是欧盟里面的 这个成员 对吧 我如果提到某一个 要跟另外一个非欧盟国家签订什么协议的时候 那我以欧盟的整体 对吧 就不去考虑这里面的内容了 对吧 那么他这个等价的想法是最简单的一种 就是说 我如果把你扩展进来了 就算是等价的 那这样的意思 那么在整个这个扩展过程里面呢 他其实也用到了MST性质 也用到MST性质 也就是说 在我当前看到的 那个最小的那个边呢 我把它扩展进来 没问题 那什么意思 好 那么 他的看法呢 就是说 最开始的时候 我们所有的点呢 都是孤立的 都是独立的 这样的独根的顶点 然后呢 我在这个扩展的时候 我先去找 你整个这个边里面 最小的那一个 而你最小的那个的话 那他肯定是 就是整个这个图里面的 最小的那个边 那他肯定是要包含在某一个 MST里面的 我们如果说这个边值 他可能重复的话呢 那么我们说 不一定两条都是 对吧 那其中有一条 我找的 我肯定是在某一个里面 我是没问题的 因此呢 他比如说先找到 这个 边值最小的这个 边 然后呢 在扩展的时候呢 他就把这个 他这个边 所涉及到的两个顶点呢 给连起来 成为一个等价类 成为一个等价类 就他们在一起的 这是一个指数 这个等价类 你可以把它看成一个指数 而且 这有点像那个 Union Fund里面那种东西一样的 这个数呢 他 他之间的这个关系呢 不一定是要特别的 那个 明确 对吧 但是这里他还不一样 他跟Union Fund的 那个不太一样的呢 是因为他原来有个图 在那框着他了 所以呢 他们之间的关系呢 我就是通过这个边连着 至于谁跟谁 是什么根 我不管 对吧 他是个 一个 无相的这样的一个树 或者叫无根的这种树 对吧 那么我是自由的 然后呢 在第二个的时候呢 他还是选最小 第二个最小的 在这个里面就是六了 对吧 但是这时候麻烦来了 就是说你有两个六 你怎么选 不要管 你任选一个 你按选谁 选谁 好 选进来 选进来以后呢 那么V4和V3 那么他实际上呢 就把这个V3所在的 那个等价类呢 扩展了 当然也是把V4所在的 等价类扩展了 先把他们两个合并 那么刚才这个V3的等价类呢 他已经跟V2 这个等价类给合并了 因此现在扩展以后呢 就是V2 V3 V4 他们都在这个等价类里面 好 现在我再来找 再来找 我还是找最小 找最小 这时候找这个六的时候呢 他有一个问题 就是说 他六所在的这两个点呢 他是在同一个阵营里面 在同一个等价类里面 那就意味着什么 你如果把他加进来了以后呢 就会有环 所以呢 克鲁斯卡呢 发现这个问题呢 他就是只需要 避免他的这个 避免他们在一个等价类里面 避免这个环就行了 所以有一些算法 书上呢 就把这个克鲁斯卡算法呢 叫做避环法 或者是叫避圈法 就是这样的 就是实际上就是他这个方法 也就是说 你不断的去扩展 只要是在扩展的时候呢 你主要是要看一下 你这两个边 这一个边 他所在的顶点 那么这两个顶点呢 他们的这个等价类 只要是不一样的 我就可以把它容纳进来 然而且呢 把这两个等价类呢 合并 如果在同一个等价类里面 就无所谓合并的问题了 你也不需要把它找进来 你找进来肯定有圈 不用说 对吧 那么这个呢 我们就不要它 再找的时候呢 我们发现 十大概是最小的 大家帮我看了点啊 说不定我就给它看错了 那么 把它 再给扩展进来 对吧 那么现在这个 整个里面等价类有几个 一个 这个 扩展最大的这个 两个 三个 五和六 他们各自成为一个 对吧 现在把这个 十这个边 扩进来以后 那么 原来是 V1是自己独立的 一个等价类 现在呢 它就扩到了 V2所在这个等价类里面 对吧 扩十对吧 扩十是对的 然后呢 在扩的时候呢 发现 这里面剩下的这些边里面 它就在剩下的边里面找 剩下的边里面呢 找这个 十一是对的 那十一呢 它原来 在两个等价类里面 一个是在V6所在的等价类 另外一个呢 在V2所在的等价类 V6是自己孤立的一个 它还没有被扩展到任何阵营里面 因此呢 把十一 给拉进来以后呢 V6就给扩展进来了 它是这样的 它是以边为主 去来 找这些点 把这点一个个再纳入进来 然后呢 剩下的这些边 是十九 二十一 三三 十八 十四 十四呢 它发现 V6和V4 它们所在的这个等价类呢 是同一个 V6跟V4 已经是在同一个里面 所以十四这个不能够取 也就是说 而且这个 对十四的话呢 它已经被扩展了 应该说这个 V6和V4已经都被扩展到 你这个里面来了 对吧 所以它这个不能够取 它是在一个等价类里面 然后呢 再来看这剩下的这些边 只有十八 是最小的 那么十八呢 它看到V5 V4 它们是在不同的等价类里面 因此呢 把这两个呢 可以合并 好 剩下的那些边 如果还有很多很多 剩下的那些边 你 还需要去处理吗 你需不需要 把所有的等价类 把所有的这些边 都处理完 还需要处理完 不需要 它是到什么时候停止呢 到这个 应该说 你一个想法是说 节点都进来了 还有一种想法呢 其实你是看等价类数 是最好 就是等价类的这个数目 也是一种看法 就你等价类 最后成了一个等价类 那你这个算法 生成了这么一个 这么一个最小生成数 最小支撑数 那么 这就是它的这么一个扩展的过程 对吧 那么这个扩展过程呢 我们大家刚才看到了 我们其实只在乎 它是不是在这一起被连通了 所以只看到这个连通性 是不是在一个等价类里面 对吧 因此呢 首先这个题呢 它的这个算法呢 它的 整个来说呢 它要用到等价类 作为基本的 这个辅助数据结构 所以我们前面说 等价类的 那个复节点的 那种 unia find的算法 那么它实际上跟站一样 它是用来辅助别人 实现一些其他的应用的 它自己这种单独用的 没有什么太多意义 它有一点像站和堆列一样 这是我们用到的 第一个辅助数据结构 第二个辅助数据结构 大家想一想是什么 我们实际上是 贪心的 在这些边里面找最小 找完最小以后 在剩下的里面又去找最小 这么一个过程 那么这个过程大家想 而且这个边的话呢 实际上是放在那 我还没有说 像Dexy算法和Pullin算法那样 我每次那个距离的那个值啊 我还有那个心值去替代老值 有更优的心值去替代老值 这个过程 它这些边放在那就不动换了 对吧 没有谁说再去删掉哪一个边 或者加入哪个边 那边呢 是图里面原来有的那些边 那我是不断的去找最小 找出前N减一个可能的最小值 对吧 当然在中间有可能 如果发生了这种有圈的情况 我们抛弃那个边 那可能会比你找的那个N减一个边呢 你可能多找几个 有几个其中是浪费了 对吧 那么这样来看的话 这个找最小 是不是 有一个办法呢 就是我们用到这样的一个堆 是不是可以 对不对 用堆是可以的 当然我们也有同学可以说 我不用堆 你这边不是都固定在那了吗 我一个排序就好了 一个排序我都排好了 我把边从小到大都给你排好 放到树桑里面 有什么不可以呢 可以对不对 好 但是呢我们来想一下 堆和排序各有什么好处 那么排序的话呢 我们在后面讲排序之后会讲到 排序的话 如果有N个节点带排 然后呢 最好的算法呢 是N乘以logN的代价 那么有很多我们同学 简单写的算法 可能是N平方的代价 对吧 好 那么对于堆来说呢 我们是什么 我们建堆的代价是多少 N的 是不是 每次取最小 取完最小以后再调整一次 大概是什么 这个堆的高度 logN的 是不是 是不是 当然是N 你说是N加logN 但实际上就是看你操作几次 你操作K次 假设 对不对 你操作K次 然后呢 是这边的 那个第一次是N 建在那我就不动了 因为我们说我对这个整个所有的边都是建堆 那我建出来是N的 然后呢 我操作K次 K乘以logN 是不是 好 然后呢 在我们这里呢 我们这里是说的边 我这个地方N就等于 边 同意吧 这我们这里是我们的边数 那如果你用一个大排序的算法呢 你怎么着你也是N乘logN的这个算法代价 那我如果是用堆有什么好处 第一次是N建好堆 然后呢 后面是K乘以logN 这个K我们大概想象一下 大概是接近于那个顶点数 V 是不是 接近于那个 因为你浪费的边 可能应该不是太多 那这个就有什么好处啊 比你 这个上面这个呢 相当于你是 E 乘以logE 对不对 那我底下的呢 是E 加上 这个K呢 它可能是比较小 可能是接近于V 乘以 logE 是不是要比你那个要小一些啊 比你那个建一个 以排序的 有序的这样一个数组 要稍微有效一点 是不是 所以呢 我们在大部分的这个Crusca算法里面呢 人们根本就不去考虑说 先排序再来 取最小 每次从里面去取 而是 都是 考虑的一种 堆的算法 就是说 我们建好堆 然后要一个 我从里面取一个 我可能取的并不到 那个边的那个 最后的那个边数那么多 我可能是接近顶点数那么一点 就够用了 所以是这样的原理 为什么我们这里不说 那个像 Desk算法和Print算法里面 我们总说 你可以在这个数组里面 每次你去找 然后找出最小来 然后还有一种方法呢 你是用堆来找最小 那么这里面 我们一般就是在Crusca里面 我们都是说 用这样的一个 最小堆呢 来每次取最小 最开始的时候 一起建好堆 那这个图示呢 是表示了 我们对这样一个图 我们是怎么样 一步一步 把它给找出来的 对吧 实际上是跟我们刚才 那个过程有点类似 其实呢 你真的是在自己做题的时候 就像我刚才那样画就行了 你一个圈给它归并了 然后你就把它给抓进来 你不一定非得要像这样的 步骤一 我怎么样 然后步骤二 又选出这个 又怎么样 然后步骤三 这种你想你考试的时候 你没有这么多时间 来画这些图 对吧 总之 大家想一想 我们用这么一个Crusca算法 来求这个最小生存数的时候 是不是比Print算法 从手工操作来说 是不是要简单一点 你想想 肯定简单多了 那么这个Crusca算法的话呢 在最开始的时候 这些 比如说我们 会要记录所有的边 我们要这些边 都要拿出来 对吧 都要来找 然后呢 我们也是跟Print算法 类似 有一个边组成的一个MST 我们刚才说了 为什么是边 而不是顶点组成 我们就考虑边就可以了 对吧 还有呢 就是说 我们可能有些 中间的这些边量 我们等会这边量 怎么用的时候 我们再来看 对吧 那么 第一件事情 就是把所有的边 都找出来 放到我们这个边数组里面 这干什么 那把所有的边找出来 大家会不会 这个框架一定要会 对不对 这个是 在图里面 最典型的一个框架 这个框架可以用来周游啊 干什么 你都得这么来干 对吧 比如说我是对 这么一个点 对吧 出发 然后看看这个点 它所临接到的那些边 然后对于我们所有的点呢 我都是 都是要做这个事情 所以是外面是一个 大的 负循环 对吧 我把所有的点 找出来了 然后放到这样一个 距离数组里面 放到这么一个边数组里面 放到边数组里面 然后怎么着呢 我就对它建一个堆 对这个边数组建堆 对吧 好 那我们同学 自己看一下教材上 跟我们这里的改建的算法 有一点点不一样的地方 在什么呢 就是说 教材上呢 是在这个地方 它发现一套边呢 就插入了堆里面去一次 是不是 那那种算法呢 其实它在运行时间上 有一些微小的差别 它会稍微慢一点 你对于这么一个堆 你不是说动态的 你其实都知道 就是这么一些边 你干脆把它都放到宿主里头 在最后一次 那个build建堆 是不是稍微好一点点 而且从这个算法的清晰度呢 其实也是蛮好的 对吧 你知道 我是把这所有的边都找出来 然后建堆 就这么个事 你从语言描述 你也挺方便 对不对 好 然后呢 这个地方呢 就是说 它的等价类的个数 就是记录在这么一个 叫做 EQU number 这样里面 这个等价类的个数 最开始的时候呢 我们是有N个 也就是说 那个V个 对吧 然后呢 我们这个底下的算法呢 就是一个合并等价类的过程 我们这个合并等价类的过程 它的 截止条件是什么 截止条件呢 是 当你这个等价类 只剩下一个了 我就不做了 那如果还有两个以上 我就还一直做 所以实际上 本质上是这个 所以你这个负循环呢 你也可以改成Wile循环 好 那么 最开始呢 我们就是从 这个 呃 堆里面 去取 那个全最小的边 把它找出来 啊 如果你找到 全最小的边 还是 呃 那个 无穷大的 那这种情况呢 怎么办呢 那么 这种情况 说明 你这个图 有什么情况出现了 没有最小支撑数是什么 它实际上是有连同分支 它有几个不同的连同分支了 啊 这个我们还 等我要有些讨论问题 会跟大家再讲一下 啊 如果它不是不穷的呢 那么就是 一条合法的 一个边 我们把这个边呢 它的起始 我把它 这个信息 记录下来 然后呢 我们去看 它们呃 是不是在同一个等价类里面 如果 它们 是在不同的等价类里面 好 这就不错 那我们把这两个等价类呢 合并一下 就能够表示 它是在 在一起了 对吧 而且呢 把这个边呢 加到 你这个MST里面 而且我们这等价类数呢 两个 合并成了一个 所以减了一个 就减小一 所以我们说 刚才这个循环呢 你其实把它改成 FOR循环 是就不错了 呃 我不是把它改成 WAL 你把这个循环 改成WAL循环 就是WAL 它这个 嗯 等价类的数目 大于 一的情况 就操作 对吧 好 最后呢 就是说 你把这个等价类的 这个信息呢 呃 就已经是 呃 弄成一个了 就是等价类呢 最后是一个的情况 就退出来 然后呢 我们把这个 MST数的这些 呃 情况呢 我们再进行 一些其他的处理 比如说吧 这个处理 我们在这里 就可以有好多个 呃 这是属于 没有太多意思 就是为了考试而设的 题那些 比如说 我们要求你 呃 把这个数呢 真的恢复成一个数 而且存在 这样二叉链表 表示的数里面 把这个数 啊 这个根是不是指定 呃 再另外说 比如说他指定哪一个是根 然后用一个什么顺序 你把它给打出来 就做这么一些处理 对吧 也是可以的 啊 那么 克罗斯塔的这个算法代价的话呢 啊 那么我们认为呢 他这个在 判断等价内 和合并等价内的时候呢 这他几乎是常数 就起 几乎是 接近于大欧一 你可以不去考虑这个时间代价 因此呢 最呃 大的这个代价呢 就是说 呃 可能是 对这个 堆排序的 这样的代价 对于堆的操作的代价 刚才我们说过 其实呢 有可能 你并没有把所有的这个编呢 都进行一下选择 最后那些我不要了 我等下那 已经合并成一个了以后 我就不要了 因此我找的边数其实可能接近于B 所以呢 他的代价呢 最后应该说是B 乘以 LogE 这是他比较合理的这么一个代价 好 这个呢 我本来是做了一个动画的 我那台机器动画不是太好 所以就一下就把答案给放在这了 啊 那么我们来讨论一下 Prin算法和Crosca算法 那他是不是支持有项图 无项图 大家想一想 这个算法是支持什么的 我们有很多时候同学都是糊涂的 学完以后 就知道啊 Dex算法 Floid算法 Prince算法 Crosca算法 这是图里面最主要的几个算法 他有项无项 还得想 那其实呢 Prince算法和Crosca算法 大部分呢 是针对于 呃 那个呃 无项图 来说的 那么 对于这个有项图呢 大概意义不是特别大 对吧 他因为他有有项性 所以呢 他这个呃 他的联通的话 就像我们同学说的 可能是若联通啊 或者是一些其他的情况 就是他的这个解呢 是有点古怪 所以你除非是 要这么来刁难你来出题 其实也没什么太多意义 另外呢 就是说 有一个特别有意思的问题 这个联通性的问题 在Crosca和Prince算法里面 其实都挺有意义的 那就是说 如果是有非联通的 这种分支 我呢 也不要求你全都得联通起来 比如说我假设 这些非联通的这些分支 每一个分支呢 它是内部呢 它是有这种 有这种有限的连接 然后对于这个 不同的联通分支之间 哎 我是用无限来连接 行吗 可以吧 你想想 你想想一下 假设你建设这么一个 通信的系统 一个联通分支之间呢 我是用有限的 这个电话线连过去 然后呢 在不同的联通分支之间呢 我是通过 类型通信啊 或者是通过一些 呃 那个手机 这种无限通信啊 连过去 不就可以吗 那我现在要求的 就是说 你把这个Prince算法 和Crosca算法 修改一下 你给我支持什么 支持 叫做 图的 支撑森林 明白吗 我们原来是叫支撑树 对不对 我现在叫支撑森林 什么意思 每一个联通分支 你把那个骨架子 给我找出来 至于他们之间怎么连 你不要管了 可不可以 可以 对这个回路的情况 无所谓 对吧 对负责的情况 对负责的情况 我们同学有什么想法 我这答案都放在这了 就没办法 因为 呃 也是 机器 它有的机器 那个对动画知识不一样 好 那么 这个负负责的情况怎么样 有什么问题没有 其实没什么问题 你想象一下 假设你这个负责最小的那一个 是负N 我把所有的这个边的全都加上N 或者是加上N加1 不就取消这个负责的情况吗 对不对 那么 那么 那个 像这种距离是正无穷的 那个不连通的 对不对 这负责情况对他没有什么影响 我们总结一下呢 这个图 图的话呢 我们是讲了一些图的基本概念 而且 就因为我们要讲图的基本概念 所以 所以呢 把我们的这个 整个讲课的进度呢 给拉的比较慢了一点 然后呢 我们看了一下图的抽象数据类型 对吧 图的抽象类型 然后我们又讨论了图的存储结构 大家想象一下 图的抽象数据类型里面 它更倾向于哪种存储结构 它弄出来的东西更倾向于哪一种 更倾向于凌结表 大家看 图的抽象类型 要不要回顾去看一下 更接近于凌结表 而相应矩阵的话呢 是在这里面 你要按照他一种 另外再转换一下这个思维 对吧 但是呢 这些图的存储结构呢 它是非常影响图的算法的 一些运行代价的 就对于不同的存储结构 你所编出来的这个算法 那虽然说从高层来说是一样的 因为我们抽象数据类型定的一样 但是在这个算法的实现 在底层 你用的是什么存储结构来支持的 那么它的算法的代价是不一样的 这个是比较特别的地方 就是图跟其他的东西不太一样的地方 然后呢 我们讲了图的周游 图的周游其实还是非常重要 大家想 我们如果是在出一些关于查到这个路径长度啊 是不是有环啊 这些算法里面 其实总的来说是用图的周游框架来做的 大部分这个算法 它跟二叉数和数一样 周游框架 它是比较general的 比较一般性的 能解决一般问题的 这样的框架 另外这两个 最短路径和最小支撑数的问题 对吧 最短路径有两个 一个是Dex算法 一个是Floid算法 最小支撑数呢 一个是Prince算法 一个是Closca算法 这四个算法呢 应该都可以说是图的一些特殊的应用 一些特例 而且这些算法你想 都那么经典了 对吧 那么多年了 那么我们要出题的话呢 也没有什么太多的好处的地方 当然有时候像我们刚才讨论过的 就我可能会问一问 连通信啊 毁路的问题啊 还有负质的问题啊 等等 这些东西呢 可以稍微变一变 考一考 对吧 那总体来说 它那个算法本身的框架就固定在那 你可改的东西不是特别的多 而且针对这些 这几个问题 就这几个应用 对最短路径啊 最小支撑数的应用啊 我在网上面再加一些灵活的这些应用呢 除非是 就是把这个东西搞得特别复杂 否则呢 也不是太好加 对吧 所以基础的来说 应该说大量的会灵活应用 大量的会是结合这个图的周游 有一些应用 所以这个图的周游还是非常基础的 图的周游里面还有一个应用 实际上是我们的上机题 6.2 也就是关键路径问题 那个其实很短 一下就炒 一下就那个把 把那个题就做出来了 实际上是什么 实际上是一个正托普排序 和一个逆托普排序 就两个 你我们的算法的那个代码都放在网上 因此如果是说要对于 把这个问题搞清楚的同学呢 你可能十分钟或者半小时 这个题就解不出来了 而且又不要写报告 非常快 其实这个正托普排序和逆托普排序 关键路径问题 是作为托普排序的一个应用 好 那么我们关于图呢 我们就讲到这儿 大家还是要注意啊 图在我们的期末考试里面 肯定还是属于重点内容 这个问题 我们的逆托一张 都比特币 我们那时候 怕你 我们就会打开 很多钱 都比特币